hello大家好 我是尼小杰 欢迎收看两节魔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四节魔方的yout method yout method是目前世界高手普遍采用的四节还原方法 像你在看这个视频之前 能够有一定的四节还原的基础 比如说搞清楚中心块的相对位置 比如说知道欧特跟匹特 在开始我们今天学习之前 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yout method主要有哪些步骤 yout method第一步是拼好相对两个中心 因为这个颜色跟最后你底十字的颜色有关系 那么大多数人都是白底 所以我会拼白色跟黄色 下面一步就是把白色跟黄色横过来 把白色放在左边黄色放在右边 然后做好白色面三组十字能 一二三 由于某些原因会把这组十字能放在错误的位置 这个等会我们再细讲 下面一步会进入这个空位 把中间一圈四个中心都还原好 那么基础还原的时候 一定要参照三阶的这个中心的相对位置 下来会把最后这一组十字能拼好 然后把刚才的十字能顶掉 就完成底下整一个十字 还全部都做好了 然后把模仿横过来 那由于我们知道模仿总共有12个轮块 那么底下四个已经好了 还剩下上面四个跟中间四个 这种我们可以采用三二三的方法 把剩下的轮块还原 过程我们都然在细讲 我们可以看到还原完之后 所有的中心所有的轮块都已经好了 就变成了一个三阶 把四阶降成了三阶 然后按照三阶的方法还原 还原到顶层 我们可能会碰到三阶碰不到的情况 单边要翻轮 我们要做欧特 当然到最后一步我们还有可能碰到皮特 相对两个轮块的交换 这个在我以前视频里面也讲过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就用YelMess还原来整个四阶摸方 以上就是YelMess的全过程 我再来讲一下 YelMess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主要优势在于十字轮 它做十字轮的时候 把底下四个轮块都做好了 既省去了做轮块的观察时间 因为你不用看底下 那么同时做好十字之后 也省了很多步骤 对吧 你只可以做中间的这个轮块 所以降接起来非常快 效率很高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首先我们尝试一下完成第一步 黄白两个中心 可以看到这里黄色已经有一条 我们就从黄色开始做 然后这个黄色这里也可以拼成一条 那么黄色转一下 然后拼上来 就拼好一个中心了 这非常的简单 拼好之后 我习惯把它转到底下来 接下来看白色中心 把这个块转一下 这两个箱的位置就正确了 然后拼成一条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一条放到上面来 我们不能直接放上来 因为这样的话会把底下这个中心打乱 那么很简单 转上来之后 转走 再把这个底下回去 等下就不影响它了 底下还是好的 然后我们再转一下 找剩下的白色一条怎么做 转一下 转到相对位置正确的地方 然后拼过来 然后把这两条放在同一条直线上 拿这条去把它顶掉 这样才不会影响底下那个中心 往上转一下 转两下 再回来 那就完成了白黄两个中心 就是处理白黄两个中心的基本思路 我们再举个例子 可以看到这里黄色已经有三个了 所以黄色比较简单 那么只需要往上转一下 变成一条 然后转过来 然后下 一个中心就好了 来拼第二个中心 这里已经有一条了 我选择把它先放上来 往上 然后两下 再往下 移到侧面来 不要影响底下黄色的中心 然后把这两块 放到相对位置正确的地方 然后拼到一起去 拼成一条 然后 转到一条直线上 把它顶掉 把它顶掉 然后转两下 再回来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两个中心了 对吧 那我再多嘴一句 完成了之后 记得把白色放在左边 黄色放在右边 因为等下我们要把白色的十字笼往左边丢 完成了白黄两个中心之后 下一步就是十字笼 那十字笼可以说是Yaw method的精髓所在 最关键就是这个十字笼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来找到两个块 这个白绿和这个白绿 转到这个位置来 只要它们像这样错开的 我们只需要一步就可以拼起来 然后底下转过来 这样好 这个十字笼是不是就好了 就放在底下好了 然后我们再找第二个块 看到这个是白红 对吧 这个也是白红 这样一步拼起来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白红轮块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呢 那么照理来说 它应该直接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绿色上面是红色嘛 对吧 根据相对位置的原理 但我采用的方法是 先把这组轮块放在错误的位置 什么是错的位置 绿色上面是红色 这个是对的位置 绿色下面是橙色 这个是错的位置 把它放到橙色应该去的地方 等会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好 放好先 接下来我们再找 看到这块是白蓝 那白蓝块在下面 只需要一步拼好 那白蓝块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很简单的 直接放在白绿的对面就可以了 好 转下来 然后转到这个位置 这样好就做好三个十字类 其中这个是错的 刚才那个情况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多举些例子 一眼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个白橙 我喜欢这样做 先转过来 然后把这个白橙 放到这样搓开的一个位置 然后转一下 是不是拼在一起了 然后拨过来 这个白色朝底下 这个是底下 然后再找第二个块 好 白蓝 白蓝分别在这个位置 那不能直接这样转 这样会把这块转走 那先让一下 让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转一下这一层 这时候错开了 这两个块 然后拼下来 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故意放错 一组十字类 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白蓝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蓝色的上面是橙色吗 对吧 应该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先故意放错 放到这个位置来 等会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先故意放错 放到这个位置来 我们接着做 我们再找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白红 然后这里也有个白红 但此时他们在同样的位置上 那我习惯会把这个白红转到后面去 这时候他们就错开了 这个小技巧一定要会 如果是同样的位置 转一下就错开了 尽管他们现在有点远 然后这样拼起来 对吧 也可以 那么白红很简单 直接放在白橙的对面就可以了 这样拼好 那么这时候这组是错的 这两组是对的 对吧 然后把这一组空的人留在上面 关于十字呢 我们再来举最后一组例子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白红 这里有个白红 我先这样转一下 然后现在他们在同样的位置上 做一个鱼儿转到后面去 然后这样拼起来 对吧 错开就可以拼起来了 放好 那第一组很简单 第二组呢 看到这两个白蓝拼起来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照理来说 红色应该在蓝色的右边 应该是这样放 那我会故意放错一组 把红色放到蓝色的左边 这样放好 一定是在底下看的 稍微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再找下面一组 看到有两个白绿 这样转过来 变两个白绿 那还是一样的 在相同的位置上 先转到后面去 这样就错开了 对吧 然后转下来 然后这个是白蓝 把白绿放过来 对 这样的话 一二三 三组十字能就好了 记得把这组空的留在上面 那么这个是错的 开始下面的步骤之前 我先补充一下 虽然我说十字能是错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 相对两个十字能 它是正确的 然后没有相对那个是错的 稍微留意一下 好吧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做 中间一圈的四个中心 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有一条 对不对 橙色 那我们先从橙色中心开始做 我们可以先下来 然后把这块转过来 转顶上一层是没有关系的 剩下的层是不能转 只有这组空槽 然后再拼起来 第二条 然后转到左边来 然后往上转一下 是不是这个中心就好了 然后右边三层一起往下转 把上面这个中心留出来 那么橙色上面什么颜色呢 是绿色 这个一定要非常熟悉 我们去找绿色 看到有一条了 对不对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 下来转两下 再回去 绿色一条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找 这是绿色 这个是绿色 转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下来拼起来 再往上转一下 三层往上转 然后绿色让到左边来 先把橙色归位 先把橙色归位 然后上去接它 然后让这个绿色过来 转两下 再回来 这样好绿色中心就好了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绿色中心上面是棉色 应该是红色 而橙的位置一定要熟悉 那么红色怎么做呢 很简单 上来变成一条 对不对 然后转顶层 再下来 这样的话四个中心就多好了 可以看一下 对吧 蓝绿相对 左橙右红 上黄下白 肯定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换一个颜色开始做 可以看到蓝色已经有两条了 一条两条 我们先把这个一条竖过来 竖过来的话就会好做很多 竖过来之后 把这一条下来 拼好一个中心了 非常轻松 先挑简单做 那么蓝色上面是橙色 先竖过来 竖过来比较方便 竖过来 竖过来之后去找 这两个橙色 放到相对位置正确的地方 然后可以这样做 上来 过来 下来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橙色又好了一条 把它顶掉 这样才不会破坏蓝色的中心 顶掉它 转两下 再回来 好了两个中心 那么橙色上面什么颜色呢 是绿色 刚刚已经讲过了 绿色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放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下来拼起来 转一下 别人一条 然后回去 然后第二条 从上面到下面来 上来 转两下 转走 这样的话 中心就做好了 所要说事不过三 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先从绿色开始做吧 先做一个绿色 好 把绿色一条放在左边 放在左边比较好做 然后去找第二条 好 这样拼起来 拼起来就变成第二条 转一下 转到下面来 绿色上面什么颜色 是红色 往下转一下 三层往下转 然后找一个这样的红色块 放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这样转一下 红色一条 我们左边让一下 再回去 两个中心已经好了 红色上面是蓝色 蓝色块在这 上来接它 变成一条 转过来 下来 这样的话 死不中心就多好 下面的目标是 完成最后组十字能 这里就是白尘 然后把整个十字完全做好 可以这样转 先转下顶层 把它放到竖着两个位置 但它们现在位置相同 转一下180度 然后就错开了 拼起来 这时候我们刚刚有一组 错的十字能 还记得吧 是不是这一组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顶掉它 转下来 回去 它们的相对位置就正确了 这时候我们刚才要故意 放错一组了 然后转起 这样做好了 对不对 然后上面拼好 这样的话底下十字就完全做好了 看到没有 我们再看下这两个块 把白红放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就错开了 对不对 这三组不要被动掉 然后一步拼起来 拼完之后 拿它顶掉白尘 刚做错的这一组 然后转下来 白尘归位 这样的话十字就做好了 对齐 看得更清楚一点 对吧 完全就做好了 讲这里 是时候回顾一下前面的步骤了 我们从头开始做两个实例 好 你可以看到这里白色有一条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左边 然后底下转一下 竖着一条 转过来 下来 再转一下 下来 看到这个白色中心已经好了 然后黄色这两个块 往上转一下 让开 回来 一条好了 再找一条 在这儿 顶掉它 放在同一条直线上 上来 转两下 回来 然后横过来 横过来之后 找到 看到这两个白绿 很简单 往上拼一下 过来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找 看到 这个是白红 这个是白红 这样拼起来 照理来说 绿色上面应该是红色 对吧 但是我们要放在错误的位置 放到绿色的下面 放到这个位置来 好 放好了之后 看到 这里有两个白橙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转过来 拼起来 然后把白橙 放在白红的对面 好 这样的话三个十字能就做好了 再来拼中心 蓝色一条 竖着放 然后这里有蓝色一条 竖着放 拼起来 蓝色中心就好了 蓝色上面是橙色 上来 一条 过来 下来 两个中心就好了 橙色上面是绿色 绿色站到这个位置 上来一条 过来 下来 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多练才能够变得很熟悉 好 最后白蓝的块 这个块和这个块 转一下 放这两个位置来 拼起来 白蓝顶掉 白绿 然后回来 白绿回来 回来 好 再转一下 是不是十字就做好了 那基本上到这里 你已经学会了一大半了 我们再来看个例子 好 底下 这个黄色转过来 竖着过来 这两个黄色相对位置就正确了 拼起来 下来 好 黄色中心做好 看白色中心 拼过来 上来 两下 回来 然后这两个块 相对位置要正确 拼过来 一条直线上 把它顶掉 回来 回来 放在左边 去找一下块 好 我先看到是这两个白红 其实这个找块 很考验你的观察能力 拼起来 然后加来两个白橙 对吧 拼起来 直接就做好了 白蓝 白蓝 蓝色上面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橙色 故意放错 变成红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好了 然后竖过来 两个橙色去找一下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然后拼起来 一条橙色放到后面去 然后橙色上面 什么颜色算是绿色 找到这个块了 下来 过来 拼起来 然后绿色上面 什么颜色 红色 要多练 拼起来一条 然后上去接它 红色下来 所有东西就做好了 最后一组 白绿 这个块 还有一块在这 放到一个错开的位置 冰起来 把白蓝顶掉 转180度 白蓝回去 十字就做好了 我们来对齐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十字就完全做好了 下来八个棱块 我们用三二三的方法来处理 但我们会碰到非常多的特殊情况 反正我们见招拆招 缝山开路 遇水架桥 首先我们做一个两层油撇错开 可以看到 这块是橙蓝 因为我们多少还要回来 所以这块应该是橙蓝 把这个橙蓝块放进来 好 R 鱼撇 R撇 放进来 放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这块是黄绿 黄绿应该在哪 黄绿应该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样好 等会回来才能拼起来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黄绿 放到下面来 翻一下这个棱块 R P F R F R 鱼撇 R 就翻好了 然后再转个起 发现这块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蓝红 做一个鱼二 把它放进来 R 鱼撇 这样好 我们做一个小鱼 可以看到 一 二 三 三组轮块都好了 就是所谓的三 接下来的二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黄蓝 我们把黄蓝块 放到它的相对位置上面 R 鱼撇 R 放下来 这两块就凑开了 对吧 然后拼起来 然后把这个绿成 看到这个是绿成 所以要把这个绿成放进来 R 鱼撇 R 让我们回来 这又做好两组 我们照理来说 应该剩下三组才对吗 三二三 那很显然 现在只剩下两组了 这组和这组 怎么办呢 常规方法就是 先把它放到中层来 接它一下 过来 下来 变到中层来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上来 过来 下来 然后把它们放平 如果它们不是放平的 我们就再翻一下就可以了 R P F R U R 总之让它们这两个人快平 平了之后 错开 把这组轮块翻一下 R P F R FP R U P R P 小U 正好所有轮块就都做好了 三组三会出现非常多的特殊情况 所以我们要多举些例子 我们先错开 然后这是绿成 这个绿成块被翻到下面来 R P F R FP R R P 就被翻到下面来了 做完之后 看到这个是黄蓝 接下来 李登手明来找黄蓝 但很像黄蓝居然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硬着头皮把它拼好 然后把这块拿出来 然后继续做后面的补助 其实三组三碰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打乱节奏的 没办法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黄红 然后黄红好做 把这块放到这里来 F R P F P 这是四阶的基础 后面补助比较常规了 R 就放到这里来了 然后做一个小U回去 这样的话还剩下一组 对吧 但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四组 因为一组刚才被我们拿到上面来了 对吧 所以三二三的情况真的很多 好 这个是黄尘 转一下 这个黄尘放到这个位置来 好 放好了之后 蓝红 这个是蓝红 放到这个位置来 好 二就做好了 那么最后只剩下几组了 只剩下两组了 对吧 刚刚就多做了一组 好 放进来 放到极平的位置 然后错开 翻一下 再回来 所有的轮块就都做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特殊情况 像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没有发现 它这样可以拼成一组的话 还是选择错开 那么下面一组就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一般会这样拿出来 然后再放到这个位置来 那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 再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然后后面是黄蓝 黄蓝在这个位置 放进来 RUPRP 然后是蓝成 就比较简单 FRPFPR 然后小U回去 然后红绿 放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下面又是一个特殊情况 看到这里有两组 这里有两组一对应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最后只剩下两组 要放在极平的位置 但如果最后剩下四组 两组两组 这倒不一定要极平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做 先拼过来 然后随便找一组替换 比如像这样一组替换 替换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把这组拼回去 这组拼回去 然后它要回来 对不对 它要回来是黄绿 放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回去 这样的话 刚才四组一次性就都做好了 关于三十三组好 我就说到这里 我没有办法一次性涵盖 所有的特殊情况 那希望能够灵活应变 我已经给你举了很多例子了 那后面不准就把它当成一个 十字已经还原的三接 去还原就可以了 我就简单做一下吧 就不多讲 好 F 然后这一组蓝橙 放到后面去 然后蓝红 放好 然后是成绿 好 很显然出现了欧特 那欧特跟匹特的视频 我会放在链接里面呢 这里我就用我的欧特公式了 我欧特做的比较慢 这个说法不是很好 然后 然后有没有匹特呢 没有匹特 直接是个三角换 还是做好了 这步骤我就不多讲了 就一笔带过 因为以后主要还测动在降阶之前的步骤 讲完节之后就还原四接大家都一样 那本期平均知道这里 希望能够真的学会药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